Hello,你好,我是肖宏慶 今天我们来介绍Adobe XD CC2019的新功能 Adobe XD全名叫做Adobe Experience Design 它的应用是UI UX设计 也就是使用者界面和使用者体验 包括了网站,包括了手机的APP 可以创作它的原型以及做分享 那在10月Adobe Max大会上宣布的它的新功能 包括了可以支援也要缺德的档案 可以做自动动画,这个很酷 还有很棒的用语音指令就可以控制你的界面 我们来看看吧 第一个新功能,XD跟Adobe XD的软体 尤其是Photoshop跟ElaTrader可以做紧密的整合 首先我们到Photoshop 在Photoshop里面这边有图片各种不同的图层 在右边你可以看到它做了很多智慧型物件 那我们在XD里面呢,只要到File下面选到开启 选到这个PSD,选择Open 点选到你要的物件 在左边你就可以看到,在ForeShot里面的图层都会保留在这边 那在这个版本里面,又增加了对ElaTrader AI党的支援 好比说我们现在看到,这是一个ElaTrader的档案 右边是它的图层 我们切换到XD里面,到档案下,一样选到Open 找到这个AI,选择Open 点点到你要的物件,在左边一样保留所有图层的一个上下关系 完整的读入AI党的图层顺序 第二个新功能是自动动画 首先我们看了一下这个手机界面 我可以选选到这个工作区域,复制一下 再做第三个 然后我针对下面的这个线条要去做一个动画效果 只要用选取工具点选到它,双响,改变它的线条 完毕之后,点到左上角Prototype 点到第一个工作面板 选到最右边这个选项,往右拖拉 点选到时间,点选到自动动画 它就会自动帮你去产生中间的变化 当串联完三个工作区域之后 点选右上角的Preview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音波动态的效果 那这个自动生成动画 除了可以做手机的界面UI之外 也可以来做网页 我们点击下这个范例 选到Prototype,选到预览 它甚至可以做出这样的精英的效果 非常的漂亮 第三个新功能是拖拉手势 再给搭配刚刚的自动生成动画一起使用 好比来说这两个手机界面 我希望手机使用者用手指点选到这个小按钮 拖拉的时候就可以切换到下一个页面出来 所以我就点选到它 拖拉右边这个小选项 点选到现在的状态 然后在最上面选到Drag 这就是拖拉手势 然后在下面Action还是选到自动生成动画 然后目的地呢 就是这个工作区域 完毕之后 我们就可以按着右上角的Preview 然后这时候用滑鼠游标来代替一下拖拉的手势 你可以由右往左拖拉 你可以让上面它是慢慢的自动像一个slideshow 简报的转场效果 所以这个也让你模拟使用者用手指在手机上拖拉的一个效果 第四个新功能是整合外部的开发资源 让你快速的开发 第一个我们来看 到档案下选到Get UIKit 这边已经预设很多的选项 但你还可以选到最后一个 那所谓的UI套件 其实就是范本 在这边它有各式各样的 包括Amazon的语音助理 包括手机的 包括影片APP的 包括数据图形的 你都可以免费下载 例如像我们刚刚看到这个自动生成动画的案例 也是一个UIKit 或者你要做一个时尚性的网站 这里也有 另外还有可爱的符号 也可以下载 像是这个 提醒符号 你都可以拿来做编辑 改色调整大小 另外它跟很多外部的 进用程式去做整合 好比说Microsoft 好比说Select 好比说Zappling 让你设计出来这个使用者界面 可以快速的跟开发者团队去做整合 第三个它有很多免费的外挂 Adobe在今年宣布 它投入了3亿台币 成立一个设计基金 透过补助金以及股权投资 支持设计师以及开发者 在体验设计领域中 去帮Adobe XD开发外挂程式 以及第三方的应用程式的整合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好比说我们在手机页面里面 已经开发出三个页面 那我们要为不同的团队去做人头的一个图像 一个设定 那这边其实我希望都放了一些假文字假图就好 一开始做一个Prototype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首先在XD里面 它这个Plugin 选到Discover Plugins 在里面它有各式各样的外挂 你可以自己选择你想要的安装 按右边的install就可以了 那我已经装了三个 包括改变外形 包括做一个使用者头像 那我就点选到 版面上所有的矩形 到Plugin 选到Fill User Image 它会自动去做一个假图填入这些框框 那填完之后我们还可以再来改 好比说我不想要方框 我想要圆的 那我们就选择另外一个外挂 叫做Convert Shape 我可以把它改成是圆形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很快速的去套用成 刚刚看到这样的页面了 第五个新功能是连接符号 当我们在做这种UI设计的时候 假如跟客户提案 结果被打枪 说这个要改色 那我们把它从黑的改成红的 但改完之后 其他还有100多个这个符号 那怎么办呢 那在这版的XT 有一个连接符号 你可以先点选这个符号 按着滑鼠右键 先把它变成一个Symbol 然后到编辑下 选择拷贝 选到第二个工作区域 选择贴上 选到第三个工作区域 选择贴上 这样子当我们要改色的时候 点选到它 选到Fill 改成红色 你可以看 其他的符号通通跟着一起改了 第六个新功能是语音命令 跟语音播放 我要用语音命令 从左边的页面 进入到右边的页面 所以我在Prototype模式里面 选到这个工作区域 点选到右边的箭头 出键这个选项 点到时间 我希望进到这个页面 0.2秒之后 它会对我讲话 所以我选到Speech Playback 在这边输入你希望它讲的话 它会对我说 嗨 吉米 我能帮你什么呢 这是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 它问完我之后 我也要语音去回答它 所以点选到中间 这个麦克风符号 点选右边的箭头 拖拉到右边 这个第二个页面 在这时候 它的触发器是语音 然后告诉 左边这个语音精灵说 嗨 JoJo 请把我的照片秀出来 在动作下 使用刚刚讲的 自动生成动画 然后目标呢 就是第二个页面 然后在这里我选到Snap 时间选到0.3秒 完了之后 我们按右上角的Preview Hi Jimmy How can I help? 在桌面预览的时候 你要按着空白键 接下来你讲的话 才是你的指令 Hi JoJo Show me photo 这样它就跳到第二个页面了 那语音触发这个功能呢 在Adobe Max上面 它们有一个很惊人的展示 Welcome to Episodic What would you like to do? Recommend some new podcasts Here are three podcasts for you 甚至拿到了 Amazon最新的语音助理 来做一个现场的demo 那我看到这个展示 受到很大的震动 我原来对这块市场 完全没有在意 后来我去研究一下 才发现 其实Amazon 在美国的语音助理市场 已经取得一个 很大的一个占有率 那我们就可以假想一下 假如将来 台湾制作一些 智慧家电啊 智慧电子宠物啊 要外销到美国市场 那如果在这个智慧家电里面 没有这个语音助理 或者跟Amazon Alexa 相同概念的一个界面设计的话 可能在美国市场会卖不动哦 所以我们做品牌形象 或做设计行销的人 可能对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那Adobe也在Macs里面宣布 这个功能 目前只有XD有支援哦 好啦 这就是今天 Adobe XD CC 2019的新功能 你可能觉得奇怪 怎么只有六个 但其实 叫它2019是有点不太正确 因为XD可是从今年1月 一路一直改版 每个月都有新功能 甚至在前一个月 9月的时候 它还出了一个 Responsive Design 做响应式网页设计 这个功能也很棒 所以它一直在改进 去追上它的竞争对手 所以我个人觉得 Adobe XD 也是在2019要非常注意的软体 以及设计趋势 好啦 我们今天讲到这边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点选旁边的小铃铛 一旦有新影片上架 你就会接到通知 不会错过新内容